他是文弱书生绝安幼义 我一定会跟你成亲 是风流才子唐伯虎 哎呀 腿坏我了 也是坚强不屈的傻阿甘 对 我要上班赚钱 如今 邱新智在《雪中汗刀行》中 出演剑神李纯刚 一出场就令人惊艳 他身穿破洋票 留着山洋胡子 爱哭鼻屎 从外观上来看 这是一个落魄的老头 明明是个落魄老头 可面对世子和徐霄时 他气定神闲 不露羡慕之色 说他是大人物 江尼却能随意呵斥他 当您来邱老夫 想做我徒弟的笨蛋 可以从北凉排到东海 所以笨蛋才想做你徒弟啊 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邱新智出演的剑神 时而癫狂 时而温和 时而严肃 时而凤浪 性格复杂 你就吹吧 你我本人自己也写一本啊 曾经有多风光 如今就有多落魄 也难怪他性情多变 心思深沉 《雪中汗刀行》播出之后 邱新智受到许多称赞 有观众评价道 剑神演的太到位了 仿佛从书中走出来一样 邱新智被称为古装儒鸦小生 他最擅长的就是演古装剧 90年代 邱新智在台湾出道 参演过《大太监与小木匠》等影视剧 不过其事业发展并不顺利 曾八个月没有戏拍 为了事业前途 邱新智之身来到大陆发展 1996年 他与南京电视台合作 接派了电视剧《风流唐伯虎》 在邱新智的演绎下 唐伯虎才华横溢 自带书卷起息 可在《人际交往》中 他三分真诚 两分木讷 傻得可爱 受到许多观众的喜欢 凭借此剧 邱新智在大陆迅速打开知名度 而后 他又揭拍了《花姑子》 《原来就是你》 《傻阿甘》等电视剧 事业节节高升 甚至拿到金钟奖影帝 《花姑子》中 邱新智扮演心地善良的穷书生 安又宇 在上山采药的时候 安又宇救出了三只可爱的张子晶 张子晶为报答救命之恩 与安又宇相恋 人妖之恋 感动了许多观众 而邱新智和张婷 也成为影迷心中的男神女神 事业越来越好 日女白天一直想我 一直想我 一直想我 晚上才会梦到我的 因为《花姑子》 邱新智也收获了一段真挚的爱情 拍《花姑子》时 邱新智总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 去剧组分享 东北女孩王亦璇 一见到好吃的 就围着邱新智转 邱新智觉得她十分地更爱 为了追求王亦璇 邱新智常常组织同事聚会 也会约王亦璇去游乐园玩耍 坐过山车的时候 王亦璇的鞋带脱落 邱新智自然而然地 蹲下帮她系鞋带 这个小小的举动 将两颗心系在了一起 2005年 邱新智和王亦璇 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生下了儿子小香蕉 遗憾的是 因为长期聚少离多 邱新智和王亦璇 在2012年选择离婚 2014年 邱新智出演 余正版山雕侠侣 在其中饰演公孙芷 而坚韧姿饰演公孙芷的情人 柔二 在戏中 公孙芷和柔二爱的男是男分 在戏外 坚韧姿经常向前辈邱新智 请教演技问题 一来二去 两人更加熟悉了 或许是入戏太深 在拍完神雕侠侣之后 邱新智和坚韧姿发展为情侣 尽管他们相差23岁 但依旧爱得火热 热恋时 邱新智坚韧姿经常全属约会 丝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不过终究是年纪相差太大 交往不到一年 他们便分手了 2015年 邱新智在坐飞机时 遇到了美丽的空姐倩倩 倩倩比邱新智小15岁 平日喜欢追星 便主动找邱新智聊天 下飞机之后 邱新智主动要了倩倩的联系方式 不多久 他们便发展为情侣 如今 邱新智和倩倩已经交往6年 在私下 他早已称呼倩倩为老婆 并且有意结婚 除了感情如意之外 邱新智的工作也很顺利 近几年 他拍摄了许多热门作品 包括《斗罗大陆》 《鹤丽华亭》 以及最近热映的《雪中汗刀琴》等等 你问我热不热爱这个表演工作 我是后来慢慢的才发现 表演这份工作还挺好玩的 我都不知道自己70岁的时候 我还能不能演戏啊 谁知道啊 我都不知道我10年以后 我还能不能再演戏 我真的都不敢确定 所以我现在不敢回答你说 我是不是热爱他啊 我只能说我疼爱他 疼爱自己